兩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和我們一起來分享 上台的月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 日台子下二十一到二十二週 當方的社會 古董以來都是用 南城做中心的一個社會形態 所以古董以來 將來政治的管理的 大部分都是南城 我們如果是看中國 很古董的歷史裡面 在幾百塊的風景裡面 也只能出現一個 路的風景 這種情況一直到近代 這麼漸漸在改變 路性漸漸可以在 國家的財政 國家的政治上面 來表現他們的財靈 猶太人的社會也就是一個 很典型 用南城做中心的社會 所以我們可以想想 在猶太人的歷史裡面 所有的王 大部分都是南城 今天我們所達到的 這個阿田里亞 是他設在歷史裡面 唯一的一個魯王 阿田里亞 他是北國阿俠王的女兒 後來他嫁給 南國的玉蘭王 很多王兄 玉蘭他受到 阿田里亞的影響 怕遙發上的 目標中看最怕的事情 所以他的國家 受到其他民族的攻擊 最后這個玉蘭王 也因為破旁來死去 玉蘭的兒子 阿俠審來繼承他的王位 他也受到他的媽媽 阿田里亞的影響 他也不是一個好的王 後來阿俠審 他在真不愉快的一個真講的臉 去向北國的雅虎來台市 他做王只有 一天一天的時間 阿田里亞 他知道他的兒子 阿俠審去台市後 他的壓心就善明出來 他竟然起來 台市所有由台國 才王的侯爺 最后他自己來請王 真多一個王 他就真多伊勢列 立書裡面為一 一個路的王 他在為有六當的時間 後來阿伯峽 他的一個兒子 去往藏起來 不去往台市 這個兒子叫做玉蘭師 他讓他擁護真多王 阿田里亞他最后也收台 這段歷史 通常是南國優待 非常亂的一段歷史 這個紛亂最基本的原因 就是阿田里亞 他所團成 對百歷來一個信用 他這個歷史 不斷在幫我們提醒 我們就要轉心來敬拜上帝 這趟上帝上帝上帝 保守和祝福裡面 在上帝的文殿 在上帝上帝上帝 那天